地球越来越烫了 这几年气候暖化的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节能减碳 也终于成为大家关注的事 其实在好几年前 台湾就开始推广所谓的绿建筑 透过特殊的房屋设计 让住在里面的人 可以轻松地达到省水省电 减少垃圾 也减少地球负担的目标 您也许听过太阳能发电 不过有人觉得太阳能发电 还不是最好的选择 今天我们要带您到台南科学园区的 台达电厂房 看看这栋建筑物有哪些更巧妙的设计 让在里头上班活动的人 活得环保又健康 绿建筑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是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的建筑 还是漆上了绿色油漆 就叫做绿建筑 绿建筑就是地球永续的建筑 什么是地球永续的建筑 在台南科学园区 台达电子的新厂房 来参访的客人是一波接着一波 今天来的是工研院的客人 他们不是来参观台达电的产品 而是因为这个厂房得到了这一块黄金级绿建筑的标章 这是目前台湾推动绿建筑的最高荣誉 为什么呢 台达电的绿建筑达到了生物多样性 CO2减量 日常节能 氯化量 基地保水 废弃物减量 水资源 室内环境 还有污水垃圾 就像绿建筑的指标 这些指标落实在实际的生活上 简单来说 就是要省水省电 减少垃圾 让空气清新干净 让人住的健康 这些说来简单 但是怎么做到呢 如果它不美 它不可以叫做绿建筑 因为绿建筑 绿建筑 它包括創造性 而且它必须在实际的绿建筑 这些确实的绿建筑 在南科 台大店这栋建筑 显得很特别 阶梯状多层次的白色外观 它看起来像是热带小岛上 低调简约的度假饭店 湾曲的角度和转折 让阳光洒下来的时候 在建筑面上多了许多阴影 让阳光不会直射 可以降低室内温度 南台湾的太阳很大 建筑师动动脑筋 想办法遮掉一些阳光 就可以让房子里面很凉快 比方说在窗户外面 架设了遮阳板 我们有两块遮阳板 一个是水平的遮阳板 这个方向是一个水平的遮阳板 一个是垂直的遮阳板 垂直的遮阳板挡这个方向 水平的遮阳板挡上下的方向 但是拉上窗帘不是更简单吗 那我们一般以前人的观念 就是把窗帘拉起来 其实窗帘拉起来 它涂色热已经进里面了 所以正确的遮阳设计应该是外遮阳 把它放在外面 绿建筑就是要让人家住起来很舒服 很健康 喜欢待在这里 一进大厅就感觉到凉爽 跟外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会更明显 冬天也是 因为我们冬天其实是不太空调的 绿色植物也喜欢住在这里 以前都会质疑说 在这室内的话 是那个植物在这里面可以活吗 可是事实上印证就是说 空气有流通的话 它一样在里面是可以生存的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开窗率很高 所以再加上我们顶楼 有那个通风的一个叶片 所以你在开窗的时候 你会引进新鲜的空气出来 那因为热空气会往上升 那热空气往上升以后 就会从顶楼的福利通风塔那边 就是会溢散出去 所以就会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对流 热空气上升以后 从屋顶这里的窗户散发出去 将冷空气留在室内 这样的设计让空气自然流通 让空气清新干净 也很省电 玻璃也很重要 这是LowE玻璃 低穿透性的玻璃 涂上了一层镀膜 可以让光线进来 但是隔离掉热源 也就是说在里面 还是觉得光线很明亮 但是不会感觉到燥热 更重要的是 这些玻璃都是Made in Taiwan 绿建筑希望多用当地的建材 这样不需要长途的运输 就不需要烧掉太多的石油 也就不会排放大量的CO2 省油省电 最大的目的还在减少CO2的排放 避免温室效应不断的扩大 包括了氯化植栽 也尽量的使用本土种 这样植物容易生长 也尽量选择又叠又鸟的植物 形成一个丰富的生物链 总之 绿建筑不只要自己好 还要地球好 大家都体验到地球 再不做什么都还完蛋了 林宪德是台湾绿建筑 最重要的推手 林宪德坚持绿建筑绝对不是花钱的建筑 只要顺应大自然 配合自然条件 好比说台湾的天气很湿热 那么就想办法阻挡太阳的进入 就可以降低室内的温度 就可以少开冷气 所以呢 像是闪闪发亮的玻璃帷幕 外表看起来是光线亮丽 但是这种建筑造价贵 而且让太阳长驱直入 我们外面用很多 闪闪发亮的玻璃帷幕 对不对 你那个开窗面积只要减少 1% 空调大概 空调后电量大概减少1% 林宪德甚至不怎么欣赏太阳能 在林宪德的观念里面 没有钱的人 第一要紧的就是检讨 怎么样让生活可以更省钱 而不是急着找钱 所以即使太阳能是世界大热门的话题 太阳能的股票居高不下 即使绿建筑标章的申请 给使用太阳能的建筑物大大的加分 但是林宪德还是认为 太阳能发电很贵 所以不如一开始就好好的设计房子 如果以同样的成本来计算 只要好好设计 Cut 30%都可以 那太阳能要花那么多钱 Cut 1%都不够 很多人只眼睛focus在高科技产业 再生能源 但是节能源这一块很有效的 大家不去看它 这个是比较忧心的事情 简约的美感和简约的生活 这是林宪德的标准 地下停车场需要照明 需要通风 那么在台达店的南科厂 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让空气对流 根本就不需要花钱 只要挖个天井 让光线进来 抬头看得到蓝天白云 侦测器显示停车场一氧化碳的浓度一直都很微亮 浓度要到60 抽风机才会启动 下的地下室一般来讲都会有那个汽车的汽油味 可是我们站在这里面你都会发现 那个空气是流通的 然后完全没有汽油味 那种感觉 而且整个地下室因为有采光景这样子会觉得蛮亮的 就不像我们一般到那个大楼的地下室下面 都会觉得阴阴暗暗的 觉得有一点那种恐怖感这样子 一年多来地下室的抽风机都没有发动过 这又省了一笔钱 就像世界绿建筑协会的Kath女士说的 绿建筑需要一点创意 动动脑到处都可以节能省钱 那么一年多来 台大电省电省了多少钱 我们差不多是他省了差不多百分之五十二左右 那用差不多是二十万度 一点差不多可以节省二十万度的电 那用电汇来算的话 差不多算四十六万左右 一个工厂一年省四十六万元 对台大电这样的公司说起来似乎不算什么 不过这是在台湾低电价的时代 如果将来电和汽油一样的贵 那么一年省二十万度的电就相当可观了 其实呢只要房子设计的好 大家都愿意过绿色健康的生活 一楼的拉币 进去就看到楼梯 我没有看到电梯 那一般人的习惯 没有看到电梯也不会去找 然后就自然就走楼梯 这很好 一个达到节电 一个增加健康 这个观念很不错 毕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 都需要干净的空气 干净的水 干净的食物 改变人类的基因 就是改变人类的基因 叫人类去吃污水也可以活 你愿意当那种人类吗 你愿意吗 节能减碳是所有人的责任 不过最近政府拿出来的解决方案 却是同样具有环保争议的核能 而其中最主要的项目呢 就是停工多年的供疗核四厂 核四真的安全吗 在下周的节目当中 资深记者李琼岳 余荣宗 有深入的报道 我们下周再会 先把你二十二过去 我就想我生日接下来 大陆当我们早期大陆 所以我想过来 但是我也想学习学习 还要满地 有 Some children when they get very aggressive and they can't control All the students they are kept in the observation class you know once they arrive here we keep them in the observation they are created into three 公事需要您的捐款赞助 如果你喜欢以上节目 我认同公事理念 欢迎加入公事之友的行列